今天店长有诊吗 对啊 所以要早一点到 志工夫妻党 待聪妇与廖苏青 每周有两天早上七点 就会抵达三亿慈悸中医院 山城长辈起的早 配合居民作息 开办早诊服务 过号前先排队领号码牌 有任何状况 志工会协助耐心解说 我感觉他们好好 不想说那种贴心 然后也是那种温柔 那种讲话 感觉我很喜欢他们 我们很有福 我们虽然七十几岁 但是我们还能够做 所以我们要很感恩 像他护肩出来 你要注意他的坐车 像他看诊的 我们几点车要去三亿火车站 坐车他就给他指导 你别来喔 车来咯 你没车再来 没车再过来 很好 这次应该很好 重顾患者的需求 也是医护的心灵依靠 我们今天是要煮四神汤 炖四神汤 这个就是莲子 早上会帮我们准备点心 然后下午也会有 之前是礼拜五 比较容易严诊 他知道就是同仁会在那一天 就是工作得比较晚这样子 他们不是三亿当地的人 对我们医院 就是尽心尽力 在这边来就好了 早期戴聪妇从事屠宰业 因缘际会走进此季 渐渐不再杀生 当起全职志工 投入环保好几年 后来在太太的影响下 承担医疗志工 我们你会踢到铁板 铁板我们要自己转 实际你做医疗志工 有什么心得 他才说我听 他说我们的当中 就是在医疗 在医院看见生老病死 把握能复出的时间 夫妻俩住在桃园 为了就近服务三亿慈激中医院 搬到附近 客情客检 屋内陈设非常简单 对他们来说 心灵富足胜过一切 大爱新闻归零 欧阳光辉李月为苗栗报导 下集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